记者吴婉婷台北报道,新加坡和越南混血的男星梁伟电星图浮审多年,近来终于被导演相中,在国片编号174,错命逆行首度登上大荧幕,而他不仅在工作上幸运开,感情方面也开花结果,在上月黄棍节时迎娶台湾圈外女友,晋升为台湾女婿,让他直呼,现在我不是摔鬼了。 梁伟电在新片中誓言倒霉是层出不穷的衰鬼,他表示剧本让他心有欺欺焉,他透露曾在富汗读书时被相中当模特儿,但当时因持学生签证而无法工作,之后他又在南韩当了三年演艺练习生,原本有部电影找上他拍摄,却又在开拍前临时换脚,演艺之路打击连连,直到他来台参加名模大赛或冠军。 新途才开始再度起步,梁伟电上月与台湾女友结婚,晋升为台湾女婿飞行员国际提供。 梁伟电上月与台湾女友结婚,晋升为台湾女婿飞行员国际提供。